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11月10日星期日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介绍两款智力于天然健康管理的产品 三高代謝宝 专注于三高管理与排毒 以整体疗法全面调理健康 以及保气18美迅速补充体力提升体能 请留意视频的结尾分享 我们首先来看看两岸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胜选后 中共迅速在11月8日人大常委会上 宣布未来三年 给地方政府一共新增6万亿举债额度 作为经济刺激计划 消息一出 嘲讽声骂声一片 中共政治经济都走到十字路口 接下来可能是灾难性结局 中共拒绝给百姓派钱 只是想靠三年印钞6万亿 来解决地方债务问题 专家认为这是痴心妄想 6万亿大概只是够地方政府还一年的利息 连还本金都不够 根本解决不了地方的债务危机 更不用说凭空印钞的后果不堪折想 美国南卡大学 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 謝田说 6万亿不单解决不了经济问题 还会加剧通胀 6万亿是用来给地方政府还债 用这个新债来还购债 就是把问题拖到后面去 只是用来稳定股市和稳定政府的运作 没有任何一分钱是用来刺激消费 和真正让老百姓有更多的收入 钱是不可能凭空而来的 实际上的印钞就是给它凭空而来 央行印钞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危机 转嫁到全体老百姓身上 原来的通胀问题就很严重 只不过中共控制价格 控制利率 控制这些汇率都很严格 甚至它很多时候在这些数据上造假 所以我们看不出来 但它现在一步一步地放水 每一次放水 都在加上通货膨胀的危机程度 一旦最后通货膨胀总爆发出来的话 打击的毁灭性也会非常严重 借田教授说 中国非常不妙的前景实际上还未到 失业如此严重 很多年轻人 他们现在都是靠父母 可能靠一些接触生活 中国老百姓是有些钱 但是他们都存了起来 他们担心未来 担心明天的经济局面可能更差 但是如果你用了些储蓄的话 坐食山空的话 肯定遲早有一天都会没完 所以吃不饱饭 过不上好日子 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 可能也很快会到来 中共的刺激政策 不能解决地方财政危机 而目前地方政府因为缺钱 已经开始增加税收 微博上的一段对话截图显示 安徽某地今年的税收任务是 1,700万人民币 是2021年的两倍多 北京某园的官方 强制百姓更换门器官 里面的气还不足 网友抱怨说 现在衣食住行都有税 《财经真相》评论说 明朝末年为了对抗加征税收 農民交完税就只能饿死 于是逃亡成为流民 一户逃走 他的税额就要全村承担 导致全村逃亡 甚至全院逃亡 官府的税收更少 逃亡的流民只能到处抢掠 百姓无法正常地种地 于是也加入了流民搶劫 朝廷为了镇压 被迫再加税养兵 又激起了更多李志成 中国似乎也要出现明末这种恶性循环 中共什么时候跨台 已经成为被频繁讨论的话题 川普胜选后 毅经新发文说 川普经过四年的思考酝酿 目标更加明确 人员更加齐整 贸易战中落手可能会比上一次更狠 对中国来说 不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或革命 经济也走不出死胡同 也就是说 随着川普的胜选 中国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下一步是崩溃 还是可以持续发展 关键在于政治革命 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 程晓龙博士11月8日 接受了镜周刊采访时表示 共产党政权终结是必然的 过程有多长 取决于那个国家的民众 对政权的信心度降到什么程度 前苏联的经验显示 当共产党政权即将崩溃的时候 相当多的民众 不是对政权进一步失去信心 相反 很多人对政权的依赖性变得更强 所以 凡是转型的国家 必须经历陣痛 此外 中共有顽强的求生欲望 它会加大镇压力度 一直将老百姓压到活不下去 9日 CNN报道说 卡塔尔终于同意了 美国的要求 准备关闭哈马斯在多哈的办公室 将哈马斯赶出卡塔尔 由于哈马斯最近又拒绝了释放以色列人质 进行和谈的提议 拜登政府要求卡塔尔驱逐哈马斯 华盛顿《邮报》8日报道说 卡塔尔是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盟友 不过从2012年以来 一直为哈马斯提供庇护所 美国一些议员一直就事件表示憤怒 要求布林肯施押卡塔尔 冻结哈马斯资产 直到最近 卡塔尔终于决定 驱逐哈马斯领导日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东亚学系终身教授 张平条款说 老村这个还未进白工 流亡就一个个学习做好人 伊朗千万不要怕 社交媒体上都在议论 川普一当选伊朗 胡赛武装哈马斯都老实了 都怕再来一次苏来曼尼斯 川普2020年下令 捏杀伊朗军方头号人物 苏来尼文 以色列在今天对哈马斯 真主党的战争中 又采取了令领导先走的模式 獨裁元首难免害怕 这两天 一段川普7月18日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对哈马斯呼吁的影片 也在热传 川普要求哈马斯 在其就职典礼之前 歸还所有人质 否则就会付出巨大代价 网友评论说 这是美国至今对哈马斯 10月7日军事行动 发出的最强硬上试 有人说 这才是美国应该有的样子 也有人认为 川普的强悍 将是世界和平 及人类平安的定海神站 普京态度也在变化 他10月底在金砖峰会宣布 要摧毁美元体系 在金砖成员国间 另切一套支付框架 但7日塔斯社报道说 普京表示俄罗斯 不会放弃美元 亚洲金融评论说 俄罗斯要被美国投名状了 不知道金正恩这次结局如何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 樊家中说 普京的表态不是实质上的让步 他在金砖峰会上提出的计划 本来就是讲讲而已 想要建立一个金砖国家共同的货币 这件事情可能是非常低 就好像欧元一样 欧元是建立在一个欧洲共同市场 欧元可以在欧洲这些会员国里面流通 这个意味着 每个会员国很大程度 要放弃自己的货币 你要建立一个共同央行 这个其实是放弃国家主权 你想想这几个参与 金砖峰会国家的 是不太可能好像欧洲国家那样 建立欧元一个美国总统 说他要很快结束战争 另一个并没有做这件事情 两国的决策就非常大不一样了 既然要结束战争 要想谈判桌 两国国家想法是什么 我要被川普叫他谈判桌谈判之前 一定要将手上的筹码 积累越来越多 这就是两边的想法 豪经为什么马上表示 俄罗斯不会放弃美元 当然是先和川普示好 表示我们之间可以发展出 比较友好的关系 很多事情很好谈 当然局面并未彻底转向乌克兰 欧洲各国仍然担心 《华尔街日报》说 欧盟领导人一边努力港幅 川普坚持援助乌克兰一边于7日晚 在匈牙利碰头首次讨论 如果川普削減均援 欧洲各国是否填补资金缺口 不过变化确实正在出现 8日 美国政府也做出重大调整 五国大楼解除了禁令 允许美国国防承包商 到乌克兰去维修 美国援助的武器 三票先生在社交媒体评论说 各方都在哪里 现在就盛低责 不高兴 他用了这么多钱将世界搞乱 一下子又难尾了 习将里里外外都得罪了 看看能够跳几天 等1月20日川普就继后 中共一定发生内乱 经济不景气 中国社会退出竞争 颓废气息离慢 近期河南省 鄭州市出现了大学生组团 晚上踩单车热潮 踩单车到开封 甚至冲上了微薄的热手 中国最怕的就是民间各种团体 组织 鄭州这股风潮会如何发展 備受关注 连续几天 每晚都有大批的鄭州大学生 踩单车去开封市 鄭州道开封超过50公里 大约要踩4小时 社交媒体上的影片中 单车队绵延数十公里 11月8日晚 参与的学生人数达到高峰 估计超过15万 听说鄭州已经找不到一部共享单车 网友评论说 可能超过官道之战的人数 这种现象已经引发了大陆媒体的关注 有人担心大学生不戴头盔 没有反工装备一旦出事就是危机 有人反应大量的共享单车 在开封亂停亂放 福建厦门市 华侨大学一个班主任批评说 其他人都忙着学习考试 这些晚上踩单车的学生 就是典型的走廊饭袋 海外的网友议论说 这些不好好当人抗的人 都是党所不能容忍的人 而且有向鬼火青年发展的趋势 有人说 其实是怕夜晚突击聚集造反 也有人说 任何形式的罪众 对统治者来说都是隐患 还有人说 上一次大学生组团踩单车 已经是1989年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金融时报11月8日报道 来特希澤可能再会为川普担任贸易代表 目前还未清楚来特希澤是否会接受这个职位 不过路透社说 川普目前还未发出邀请 川普未来团队组成成为了目前关注的焦点 金融时报说 川普第一任期的贸易代表 被邀请再度出山 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民主党高层 布伦丹博尔已表示 欢迎说 当来特希澤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时候 我会和他一起制定美麦加协议 他的行动是跨党派的 在两党都受到尊重 不过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 川普还未要求来特希澤再度担任贸易代表 来特希澤和川普过渡团队都拒绝了就这件事发表评论 来特希澤曾负责美中第一阶段贸易谈判 并除得成功 来特希澤主导下 美国还和日本等国达成了有限的贸易协议 并更新了美麦加协议 来特希澤担任川普贸易代表期间 改变了过去的美国政策方向 不再以商业利益为驱动 而是专注令制造而回流美国和保护美国工人 川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 加速了很多在华外企的撤离计划 就事件,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 及中国大陆研究所兼职教授 陳重卿9日表示 首先我想这个中美之间 这种经济脱钩 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好几年 在拜登就任之后 实际上对华的政策 是持续而来川普的一个想法 去风险 简单的概念就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是一个现在进行式 感到一定程度 如果说两边的关系交恶之后 是有可能脱钩 这个不单止是从美国立场来观察 实际上,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为了准备有一天 可能跟美国发生战争 他本来就要求一些经济的独立 不依赖美国 他很早就在那里做 其实习近平的本身也主动一种脱钩 因此西方有些学者就说 进入到一个新冷战时期 川普在竞选中多次表示 将对中国产品征收60%的关税 原告于他在第一次担任总统时 对华征收的7.5%至25%的关税 另外,川普曾说 要取消中国享受的最惠国贸易地位 在川普上次实施对华高关税时 泰国、越南、马来西亚、鲁窩等东南亚国家 就吸引到大批在中国设厂的企业主 来投资、生产出口美国的商品 最近,计划搬去东南亚的中国厂商暴增 泰国最大的工业开发商 WHA集团总裁 賈勒科恩·薩虎 高素路透社 最近资讯设厂市的中国人 于潮水搬涌入 集团在泰国和越南各工业园 正在这里确见 同时招聘港中文的员工 另一家东南亚工业开发商 卡亚马塔 今年新入户90多家工厂 三分之二是从中国搬迁来的 阿马塔预计明年 这一数量将翻翻 不仅制造行业 其他行业 外企业计划撤离中国 华尔街分析师认为 中国目前经济增长忽力 中共监管日趋炎破 可以预见在川普就職后 会令美国企业在中国经营更加艰难 和中国公司合作更加困难 数家金融公司及律师事务所 为降低风险 已经重新考虑中国战略 大多计划、撤回或推迟投资 部分计划剝离在华业务 台湾的经济部也在7日表示 会尽快帮助在华 台湾商人转移生产基地 以避免受到60%的关税影响 川普一旦就職之后 由于他要对中国所有的出口商品 施加60%的关税 这个对中资企业未来的出口是一种数上加上 可以说这个时间点 中国的制造业恐怕会有一个恐慌的问题在 这样至于说这种情况 会不会造成习先生 误判两岸的形势 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非常差 会不会要利用美国川普总统上任之前 或者前后美国政治目前还在一片混乱的时候 这样趁机在台海挑起时段 转移国内目前经济困境一个焦点 这个目前还是不能完全排除 陈从兴进一步提醒说 未来几个月中共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如果他们认定川普上台之后 跟美国的关系只会更为恶化 然后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命脈主要就是靠出口 因为投资不好、销售不好 如果出口再受到川普政策扼杀的话 这样对中国来说 有可能他认为是一个存亡的问题 这个时间点 他或者会认为这是一种中国政权的保卫战 虽然说可能性不高 因为战争的代价太高 但是也不会完全排除 这个有可能性 所以我们未来几个月里 都必须要密切来关注 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 成为全球健康挑战 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 台湾的陈先生 透过使用三高代謝宝 终于找到他的健康指导 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的糖化血色数是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7.1 接着再吃三个月后就降到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 血压方面我也是一样 吃了三高代謝宝之后 血压也有下降 我现在把药都减了半 我都没有跟医生说 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 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 主要这个三高代謝宝 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 比如说胆腹唇 三酸金油脂 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 我腎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 本来是50 现在是52 好像陈先生一样 很多关注健康的人都使用三高代謝宝之后 发现这款产品 以纯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 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 或者它就是你和你身边的 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 另外随着三高代謝宝改善健康的同事 健康520也引入了新产品保气18尾 保气18尾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 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多谢收听本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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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